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浩浩在读小学二年级 这条马路是妈妈借我回家的必经之路 在路上我总有很多的话想跟妈妈说 妈妈我要跟你玩一个叫做直硬币的游戏 如果硬币是画面的话 你就完成我的一个愿望好不好 好呀 每次硬币在空中旋转的那一刻 我的梦想仿佛也插上了翅膀 因为我相信妈妈相信她可以变魔法 小心哦 这里好黑 好像更黑 这就是很黑很黑的感觉 因为她这个整个几乎都是暗色系的 看得会更暗 因为就害怕 眼前这座让浩浩害怕的老房子 爷爷奶奶每次过来 心中也是一百个不满意 这个房子呢 再一听起来就在市中心 又是这么繁华的地方 但是进来看到这个房子的结构 看到这个有点受不了 真的不能想象 在浴室里面洗菜 那这个洗好了对吧 对了 这样再切就可以了 去做这个切菜吧 可以可以 实际上地都好一样 不然好好的地方嘛 什么地方都可以 别说别 家伙说啥子吃 嗯嗯 只要没 我再倒出来来 这个就是下水道 哎呦 真有马鱼是下水道 你从来就掉下来的 不会的 嘿 呦 好好笑呢 不懂的 这个小人 一样你这手板 板上去不晓得 你这底线的 出不来的 给他捞电线 烧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会 叱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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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或者冒火一样的东西声音 给他捞你了 不安全 真的是不安全 灶菜呢 就在边上了 我现在是在厅里面 你这时候这底纸漏 臭活着 现在就这么一点点的地方炒 弄了以后呢 还去拿锅碗瓢盆 要到外面去拿去 什么东西都不是在身边的 真不方便 锅碗子已经不逼你了 也不逼你了 给人家撒死了 死不方便 地不方便 买错了 人老隔背亲 浩浩快乐成长 是一家人最大的心愿 然而 面对老房子存在的种种问题 那业主方方当时 为何要坚持买这座房子呢 这个房子它是直接就是在横浮 风茂区这一块 附近有很多的名人故居是可以参观的嘛 就我本身对上海老建筑也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 这个房子它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故事的 它是专郡的一个故居 包括现在专郡的后人 他们也还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就是现在就是我的邻居了嘛 而且他们的人也非常的好 这座建于1921年的房子 由专郡本人完成设计 并居住于此 同时也见证了我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人生起伏 而这也是促使方方购买房子的重要原因 庄骏自幼家境贫寒 人生几经波折 面对苦难 他总能乐观应对 通过不懈的勤劳钻研 终于成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师 他曾经参与设计了人民大会堂 清华大礼堂 并亲自主持设计上海金城银行大楼 上海大陆商场等经典的建筑作品 专郡他整个人生的过程还是非常非常的励志的 然后这也有激励到我在现实生活中 当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包括我人生一些比较重大抉择的时候 我也会想到庄骏然后我就想说 他的这种精神是有一直激励到我的 让我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 我就不会说沉浸在不好的情绪当中 我会及时地调整自己 受到了庄骏精神的鼓舞 方方在入住后保持了老房子原有的装饰 只是随着时间的侵袭 房子内部较之以往 已是不同光景 做饭的时候就是我的操作台 也是小朋友的写字桌 然后并且看电视的时候 他也是坐在这个位置看电视的 然后有时候比如画画呀 或者说看书呀 他也会坐在这个桌子上面 多功能 除了浩浩说的多功能桌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复合多功能空间 洗菜 洗碗 刷牙 洗脸 洗衣服 洗澡 所有日常生活中需要用水的地方都在这里 这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能够正常出水的地方 如果这个也坏了 那家里就没有地方可以用水 因为这个浴缸 它的下水口 它是有一点渗漏的 然后如果水流太大的话呢 它可能会滴到楼下去 用水比较大的时候 我就会拿个脸盆 在这里接着它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哈豪家没有厨房吗 答案是否定的 原来 哈豪家位于这幢房子的顶楼三楼 在三楼楼梯口的右侧是厨房的位置 沿着狭窄的走廊拐三个弯 走到尽头 才是他们的客厅 两间卧室分别被安排在过道的两侧 由于原本厨房木结构遭受白蚁侵蚀 导致坍塌 现在看到的厨房 已经是修建后未完工的状态 坍塌的厨房虽然被重修 但每逢下雨天 顶部的露台也会带来新的隐患 下雨了 下水口被堵住了 其实这个树叶也会堵住它 而且这个地方经常会堵 你看这个水泉堵在这出不去 然后它就会沿着这个往家里漏 然后全是这种树叶淤泥什么的 现在水就流出去了 然后那边还有 爬上微底修房子其实很危险 在我制作的情况下 我就想让它不要去修房子了 否则万一它这两次也该怎么办 不是要命的 孩子担心的事情 为什么总是会由方方一个人来完成呢 中午好了 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单亲妈妈 现在已经习惯了 就是说出现任何事情 我都是自己去解决 单亲妈妈 就意味着在生活中 需要解锁更多的技能 浩浩 不要不要 不要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因为这个没有下水的 等一下二楼的庄叔叔叫我 你等我一下 每楼上有小楼屋外 叭啦叭啦的滴水 你这滴了对吧 刚刚小朋友在洗澡 放心点 好好好 我会注意的 不好意思 放水了当心 好的好的好的 不是 不是光担心 你现在放水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 因为你现在 所以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尽快的尽快装修 然后这段时间 我们使用的时候 会更加注意一点 不好意思啊 前几天那个露台那边漏水 然后今天这个洗手间又漏水 它会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今天这里漏水了 明天那里又漏水了 然后今天这里出现了一些事情 明天那里又出现一种小状况 就是各种状况不断地在出现 然后我每天都在想着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房子本该是浩浩和妈妈 兼顾的避风港 现在却成了母子俩 对抗外来天敌的战斗场 我是怕 我是怕 我阻挡你 那白蚁为什么你要怕白蚁呢 因为白蚁会把家里的房子吃掉 砖头也是吗 主要是吃木头 我们家是专贩节套的木头房子 这个窗户时间久了 它密封性没那么好 但是把所有的杀从窗户都搬上 它还是会钻进来的 除了白蚁 房子在深夜 还会有一位 不情自来的常客 你们可能不相信 这么大口是老鼠吃的 因为我昨天洗手间的门没有关 然后沾鼠板也忘记放了 然后我刚刚过来一看 咬了这么大口 肯定不会是我小朋友咬的 因为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 然后还有这个红鼠的这个位置 而且这个看起来这么大口 应该是一只很大的老鼠 因为我们家前几天 就进来了一只超大的老鼠 它跑的那个声音 就像家里有人在跑一样 吓了我 吓得我了 我不知道妈妈 吓得不吓得 妈妈就像平时打蚊子一样 一动不动的 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我真的快成半个灭蚀专家了 因为他们来的频率太高了 灭蚀魔毯啊 抓蚀神器 灭蚀夹 还有这种灭蚀笼子一样的 还有这种大老鼠的 小老鼠的 各种各种类型的都有 有些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都看不到他做什么 像我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我希望他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 你看他平时可能大大力量的很顽皮 其实他内心他应该是有懂我的那一部分 百年老房给了母子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 但这样的经历也让八岁的浩浩逐渐成长 慢慢成为可以独自守护母亲的男子汉 害怕吗 你现在我就不害怕了 好的 妈妈很快就把灯放换好了 小心点 妈妈你辛苦了 女子本弱 为母则高 在困难面前 作为妈妈总是义无反顾 我没有觉得我很坚强 我就是一个很平平方方的妈妈 哈哈 OK 好了 穿好头发准备上船睡觉了 因为我觉得成长只有一致 一旦错过了 你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 而且我在想万一哪天我老了 我想过去 我一定不是想到 我在哪个工作上做得很结束 我想到的肯定是我跟我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所以我希望尽量多的时间去陪伴他吧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宝宝生日快乐 希望你天天开心 妈妈我爱你 你辛苦了 妈妈也爱你宝贝 他是希望家里有很多人的 希望家里有很多人很热闹 能够陪他聊天 陪他玩 所以我也希望房子能够进化改造好 我们会有一个好好好好的家的 你相信吗 发现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 因为妈妈会魔法 真的假的 那就拭目以待吧 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小贝 好 这是一个原始的窗户 你之前没有改造过的 对 这个很老 你看它的玻璃灯已经破掉了 也会漏风漏水 嗯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 都有已经漏水的这个痕器在这里 好 我明白 对 我的天啊 什么事了 这里是因为我们之前厨房的那个底啊 漏水有坍塌的那个风险 所以我们重新把它修上了一下 哇 这真的是很糟的状态 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天花板的那个干净混凝土啊 它已经脱落掉了 就全部塌下来了 所以就重新把所有的顶拆掉了 重新再做一次 是的 所以我们在一个房子 大概110公里 它是一个100岁的房子 在腐心路上 然后在原始的设计上 我们有两个床 一间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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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床 一间床 那就是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它都是漏水的 对 整个墙壁都已经被 因为雨水浸住过了 然后五点都在漏水 然后木头都已经被白蚁给啃食过了 所以刚刚我们二楼的天花板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漏水 把它给淹掉了 哦 晾在衣服 底下是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的 底下是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的 然后我们后期施工的时候 把楼梯给拆了 然后现在只能用这个简易的楼梯走上去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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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屋顶的地方 有一些也漏水了 你看它以前漏水的一些痕迹 包括那个地方都已经有透风了 有光量可以透进来 都是之前漏水流下来的 你看一下 现在这个露台 因为前两天下雨 然后它那个雨水 没有办法排下去 所以全部都积在这个露台上面 这个是很危险的 水的压力 对 很温暖 这个月把排水口堵住了 那个下水 两个下水口都没有办法排水 还有这个线路 你看看我们家的这个电线 也是非常的复杂 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搞不清 它是哪一个线是黏在哪一个房间的 嗯 嗯 就是我们的一个轴软的灯 晚上的时候它是很昏暗的 嗯 所以小朋友在家里也会很害怕 嗯 因为它不够亮嘛 嗯 对 然后这边这个墙体已经脱落了 好 然后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 我们第一个卧室 OK 这边 这是我们的第一间卧室 现在就是放一些杂物 And why do you have the fridge in the bedroom 因为我们冰箱没有地方放 所以只能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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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是没有衣柜的 我们家是没有衣柜的 我们只能把衣服叠在这里面 它是没办法悬挂出来的 然后这是房间的另外一扇门 然后它是通向我们的卫生间的 然后它是通向我们的卫生间的 然后卫生间的面积也比较小 显得有一点 对 And also the bathroom is very very old now needs to be a lot renovated because it's not good for hygiene Why did you install this equipment in the corridor? 对 我们也会担心它有一些不安全 因为它的那个管道 就是从家里直接穿过去的 如果有泄漏的话 这个废气就直接泄漏在家里了 因为这是它原来的 就是装的这个位置的 我们也不好去改它 嗯 然后这边一扇门进来呢 是我们家的现在目前的客厅 然后平时我跟小朋友 吃饭 休闲 娱乐 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OK The living room is quite spacious which is good and it gets some natural light from the window which is also nice 你们家目前我做饭也是在这边 你看我买了一个电池炉 用电池炉来烧饭 So now your kitchen is this part, right? 出房也在这边 我平时切菜备菜也是在这张桌子上 你看它的原始的这个窗户啊 它都已经脱落掉了 然后这个窗户 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玻璃啊都已经不稳了 要掉了 Is this from your family that you have it for a long time or you bought it recently 我自己买的 因为我就想特别喜欢这种 老房子老建筑 包括一些老家具 Yeah Is this a color that you like green because I see some green here green there Is it one of your favorite color? 对 我就是搭配了一个绿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绿色 它是比较有艺术感的 所以跟房子的这个风格 我就想说找一个这样的搭配 然后包括我配了一些花瓶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古典的灯 so for the furniture they have some interesting pieces of furniture some old furniture Chinese style that would fit very well with the old Shanghai atmosphere we want to give to this house 这套房子它也是有两个门的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我们家所有的房间 都有两个到三个的门 Yes that's typical of old house layout 对 门特别的多 这个房间是我跟小朋友 平时居住的一个房间 OK 目前因为他不敢一个人睡 家里很昏暗 然后他很害怕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露台 这个露台的面积不大 但是平时小朋友户外的运动 活动都在这个区域 but you have the very beautiful details like nice feature from the 1930s that are interesting fo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ouse of course we have to keep 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储藏间 然后平时我会放一些杂物纸巾 什么的在里面 OK so now in the house you have only two storage right it's very few 对我们家只有这几个地方有储物 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储物的空间的 OK it's actually very few for the house 这个走栏平时如果厨房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要拿着菜从厨房那个位置 穿过这个走栏 OK 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也很不方便 然后这个走栏我觉得它也非常的浪费了一个空间 yeah 就是没有被利用到 yes 然后我在这边做饭我是看不到宝宝在那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我做菜做到一半我也可能会关火 然后去看一下他在干嘛 yeah it's very inconvenient and you are too far away from the dining area and this is for your boy to play so he has a lot of toys right let me go so he has a lot of toys right let me go ok so that's him right ok i think next time he's here then i will come back to meet your boy 好的好的欢迎 so the family has a request for the layout they want three bedroom they want a living room a kitchen a dining room and also outdoor space we have only 110 square meter right now so it's a big challenge to make sure we can fit all this function into one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刷新为你 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装修是个大工程 建行装修分期信用卡 期待您美美的新家 本节目由建筑挤排水专家 瑞士吉伯利特别支持 本节目由全球知名的污水提升泵专家 法国SFA特别支持 在上门实地了解房屋情况 以及业主改造需求后 设计团队开始对房屋进行细致全面的测量 看一下这个过道的这个层高 以及这个窗屋的高度 窗高在1270 宽度大概在1米28左右 有了全新的测量数据 小贝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设计吗 这是一个很难的设计 因为有很多需要 而且整体不太好 因为它很长 所以我们需要整理这些 主持人想要三个床 我们需要两个床 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住宅 房子的原始平面 以楼梯为枢纽 前方为步入玄关 右侧为厨房 左侧为客厅 两间卧室 以及卫生间 而在第一板设计方案中 小贝继续保留楼梯右侧的厨房 同时增加吧台和储物空间 而楼梯左侧保持 宫位位置不变 其他空间重新布局 取消原来狭长的过道和客房隔墙 将客厅 餐厅分别安排在东西两侧 客厅位置被小贝设计成了主卧 而原来主卧则相应地变成客卧 并同时增加卫生间功能 形成两间套间的格局 委托人需要三个卧室 可是在现有的条件下 却只能满足两个卧室的需求 于是小贝把目光放在了阁楼 经过我们上来查看之后 发现这块的区域 应该是屋顶的原始的木梁 所以整个层高都比较低 而且结构都比较复杂 考虑到结构上的沉重位置 所以他们做了一些横的支撑 这块的利用率不是很高 格楼结构复杂 黑暗逼测 这样的空间 能够成为第三个卧室吗 我认为这个是很难的 为整个团队和整个建筑的工作 因为我们在楼梯里有所有的钢子 我认为这些钢子 我不知道怎么办法 于是小贝邀请了结构专家 对阁楼作为第三卧室的方案可行性 进行了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能复杂到的厨房 作为第三卧室 我愿意这些和这些 能复杂到的厨房 所以我们能复杂到最高的座位 能复杂到的厨房 所以我们能复杂到的厨房 当然有很多团队的问题 第一 我们在这个地方 弄了很多屋 在这个地方 第一 第二 第二 这个房间 必须完全复杂到的厨房 第三 如何能复杂到的厨房 需要把它拿掉 但是拿这个墙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等顶先打开 然后看了这个墙 确实是没有受力的 然后慢慢地把这个转墙移掉 但一边动的时候 一边要仔细观察 要小心 但是可能需要多做一些保护措施 我讲到的工程 关于厨房 为确实我们能复杂到的屋房 其实他说 是的 所以有些工程的工作 要做 我会告诉你 简单的方法 我们会这样做 所以第一步 是 在屋屋屋屋屋屋屋 我们能复杂到的屋屋屋屋 现在有很多屋屋屋屋屋 所以我们能复杂 准复杂 这一边 所以这会复杂 不够了 Vou用 Sus forma 王讲 第二步 用重复杂 画过 要建立它的那个炉屋屋屋屋 屋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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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次接下来 这样都会做 准复杂 往垃下 拿起了一大纤 Jeff 一如果一米4 在确认阁楼空间可以使用后 委托人三个卧室的需求也得以满足 于是小贝准备第二次上门了解 浩浩对自己房间的要求 通过交谈相处 浩浩对于自己房间的期待 小贝已经了然于心 最喜欢的是这种里面的绿色 第二喜欢的是这种金色 第三喜欢的是这种深蓝色 深蓝色 新的我选你有什么颜色 墙壁的颜色吗 对 这种这种颜色吧 你有这个吗 对我比较喜欢这种颜色 全部要有这个颜色 这个也不一定吧 再来一点点黄色 哦一点点 可能你能够做这种设计方式的设计方式吗 你能够做这种设计方式吗 我可以画给你看 好的 小贝叔叔 这就是我想象的房间 你能帮我实现这个小梦想吗 好的 你能帮我实现这个小梦想吗 好的 好的 我说到Haha说了他的需要在房间 所以他做了一个描述给他解释了 基本上他会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妈妈 他也想要跟她 但他也喜欢他的空间 他也喜欢看了颜色 他也喜欢看了颜色 所以我认为他在房间 是一种最好的地方 他可以在房间 另一个原因是 他会在房间 更快就变成年轻人 或者变成年轻人 所以他也有自己的地方 也有自己的障碍 所以我们决定把房间放在房间 根据委托人母子的要求和喜好 小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设计 这现在是第二个选择的选择 一个大的改变是 我们把房间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在房间里面 我们建设了 厨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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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宅宅宅宅宅 所以现在变成了 一个选择的地方 为了宅宅宅宅 然后把房间移动到颜色 我把房间移动了 整个障碍 我取得的整个障碍 将检业 建设了一个开放 和在一旁边 和睡宅宅宅宅宅宅 原先是一个厕所 大厕所 其它是一序 很长的阁 在楼梯左侧 取消原始下章的过道阁墙 将厨房安排在西侧 餐厅安排在东侧 原来的宫卫保持位置不变 取消原来两侧均可步入的二门通设计 仅保留南侧单门进出 增加卫生间的私密性 为了宫卫生间的房间和宫卫生间的房间 我们交易两个地方 改变方向 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宫卫生间的房间有关的 我们开了楼梯 为有棺材的木材 也为带来很多印象的空间和量的房间 第二个原因我希望我开了楼梯 为了拨材的木材 因为我们看到了在宫卫生间的房间 所以我真的很想把这个设计的设计在房子里放在房子里 原本的客厅和卧室进行了位置互换 并将顶部的隔板打开以增加层高 同时也将房屋原始的结构木梁展示出来 让房子更具韵味 原因是为了建设一个房间的房间 所以Hau Hau现在在第二层 基本上是所有的公室 通过降低厨房 餐厅以及楼梯过到上方隔层的位置 小贝将阁楼的空间重新利用 打造成了具有独立卫浴设施的儿童套房 层高充足的位置被设计成为活动空间 较低的位置空间则多用于储物 当我们第一次参加房间 主持人真的想要外出空间 但当然是一家庭房 并不是很简单的 但我们没有用这个空间的楼梯 所以我们决定把楼梯 参加一层楼梯 你能够吃饭 你能够读书 我们在夜晚放一些灯 你能够感到很舒服 原本闲置的室外露台 也被设计成 即户外休息 阅读 聚会 乃至晾晒等功能于一体的露天花园 设计方案的确定 也预示着我们的改造工程 即将正式展开 委托人也在此时 用自己的方式 来给未来的新居增专天王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您好 我们在夜晚 他老团都要装修了 我今天想来自行一下 装修分期的页目 好的 里面请跟我这边来 我们可以申请2到100万不等 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来 另外的话 我们的期限也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分期到60期 对于您缓解资金压力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款产品的话 也可以用于软装 硬装等 各方面的装修用途 所以这款真的是 非常适合您的产品 那现在办理的话 还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吗 像您线上的话 也是有很多活动可以参与的 比如说您可以下载一下 我们建行生活的APP 搜索装修分期 等您审批通过之后消费 可以获得1400元的好利用 那这个是贴心的一个产品 与此同时 施工正式开始 第一步就是轻拆和加固 轻拆的过程分布进行 师傅们首先对隔墙和顶部的隔层 进行拆除 在完成阁楼的拆除后 并没有发现老鼠窝的痕迹 现场也继续将早已废弃的进水管道 全部拆除 从而彻底杜坠老鼠进出爬行的通道 然而轻拆并没有想象的顺利 它这个地面全部都是木头的 所以不敢放太重的东西在上面 我们干的就要清理着 关于木头重啊 木头多了它就重了 都是石木的 并拆并远嘛 就怕把那地面压坏嘛 这样做的话 跟我们正常做的话 可能要耽误个两三倍的供量 干活要小心 你看这个老房子 所以难做就是这样 钉子太多 就是老实房子嘛 木头多 钉子肯定多 大的就也挺要命的 对吧 这个所以做活就做不快 你要做得慢一点 工人嘛要小心一点 第二步墙体拆除的时候 酥脆的墙面也不容乐观 更加印证了房屋加固的重要性 它全是泥巴加稻草粉 这个墙很厚 它本来就有墙皮 后来又重新做了这个挂的网 它所以说就更厚了 它不挂这个网 它这个墙皮早就脱落了 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墙皮 就有五公分了 然后后期它装修挂的这个网 又有一公分 所以说做这么多年 没见过这么厚的墙皮 随着清拆工作的完成 这座老房子的内部结构 也终于清晰起来 小贝也带着结构专家 再次来到了现场 我今天带你来看房屋 因为它已经拆掉了 所以你能看到整个团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能够做计划的计划 像你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有开放的墙皮 所以现在我们开放的墙皮 和墙皮 你能看到整个房间的墙皮 这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墙皮和墙皮 不在很好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小问题 在整个团队 随着墙皮 大概有四五公分的 整体的墙皮 要一遍一遍做 第一遍做完以后 然后再上第二遍 再上一次 三遍后它就会太厚了 对对对对对 容易开裂 所以是的 对于已经出立了百年的老洋房来说 结构安全 无疑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小贝和结构专家 施工团队 在反复进行推敲后 加固方案最终确定了下来 所以在这种团队 我们有做了非常强的 反抗的团队 我们用了轿队的钢队 为每个层非常强的 因为它是一屋老房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是 反抗的团队 第二个 所有的瓶皮 我们用了非常软的团队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有长期的效果 这次加固方法采用的是 强体的钢筋网片水泥沙浆面层加固法 这种加固方法就是在墙体上外加一层钢筋 然后再用水泥沙浆把它抹平 这种加固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 强体的整体牢固度和抗震性 按照这种加固方案 现场师傅有条不紊地进行墙面钢筋网的绑杂 形成墙 水电管网 钢筋网的前后排序 最终再进行混凝土的粉刷 这样做能避免墙体因为二次水电开槽施工 而将原本一体化的钢筋网切断 从而保证了墙体的牢固度 我们平常的墙只有租到两公分 现在这个架构的墙要收到六七公分 所以难度非常难 因为要化工化材料 我们要分了扇子四壁才把它分平分垂直 现在这个你看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架构完成的这个墙 原来的墙基本上就是240的墙 对 现在我们架构完以后基本上达到了350了 整体这个墙的厚度增加了将近10公分左右的 这样就是整个墙的钢度 包括它的这个树向的承载力 水平的承载力都大大的增强 我们前期到一楼二楼进行了调查 它们的墙体是三七墙 楼上的墙体加固完以后 比这个一楼和二楼的墙体 还有这个贺载也不是太大 对楼下的这个墙体的承载力 来说的话影响了维护其微 解决了室内墙体加固问题 便让房子拥有了铁龙一样坚固的基础 于是改造团队便开始着手修复阁楼 然而钢结构隔层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眼前这根长达六米的公子缸 需要四五位师傅同时发力才能移动 为了保证更好的支撑效果 师傅们先在墙上开槽 然后把公子缸嵌入墙内 由加固后的新墙体 直接承担公子缸的重量 解决了公子缸的固定支撑问题 在主腹龙骨的焊接上 设计师也是选择了较密集的编排方式 加上防锈器的喷涂 地面的铺设 整个阁层改造完毕 这个钢梁和我们的脚钢 形成这样的一个阁楼 就是说既可以满足后面它们这个吊挂系统 包括空调的内接 还有吊顶 需要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上面业主的一些 后面的一些杂物的储放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钢梁和我们这个钢筋网片 可以增加这个两堵墙之间的一个拉结和支撑的一个作用 就是主要去增加它的抗震性 全物钢筋网的墙体架固和钢结构隔层的组合 在结构上 由于给这座老房子换了钢筋铁骨 早在小贝上门之初 就发现这个房子的地面高低误差 最大近九厘米 且与楼下的屋顶仅由一层地板相隔 因此不能采用传统的 胶筑混凝土方式进行找屏 在和结构专家反复确认后 小贝选择轻便结实的木龙骨进行找屏 同时在室内隔墙的材料上 放弃实心砖 转而选用青钢龙骨 这个墙青钢龙骨打几 打几了些封印面板子 板子通过了以后在里面填充各应煤 各应煤起到各应 保温 阻拦等等的作用 框架结构的加法 是为了墙体的更加稳固 室内喝在的减法 是为了减轻楼板的压力 除此之外 小贝还用了第三种隐形的加固方案 来消除木头内部的白蚁 一次杜绝它们啃食木头造成的安全隐患 这个位置老的位置是一个卫生间的区域 然后一个百年老房 它的木头普遍这个湿度都是白蚁喜欢的湿度 整个房子我们前期整个房子也勘测过 基本上95%以上的区域的一个湿度 都是超过20%的 刚刚我们在这里测出湿度是30%左右 然后这块木梁表面看起来是完好 就是外表这些 但是我们稍微拨开一点 就是发现了现在就有白蚁在里面活动 我们会有三道工序 一开始是这里装修拆卸过程中 对陋露的一些原始 在内部的一些木构件 有第一遍的一个处理 装修过程中 上面会有一些木头的斧材 会进行第二次 然后装修收尾过程中 地板 踢脚线 这些会有第三次三道工序 确保里面外面的木头 全面都有保护 超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白蚁 而室内的漏水情况 则会造成房子的潮湿问题 而委托人之前 频频被卫生间漏水的问题困扰 于是我们就需要对整个房子的 防水 排水问题进行重新梳理 根据设计师的设计要求 我们在这个防水上面下足了功夫 第一步我们用钢筋混凝土 做了一个包围式的底壳 本身钢筋混凝土也具备防水的 然后在这个墙体砌好之后 我们在表面上做了 双层的一个丙轮防水 第三步我们在丙轮的防水的基础上 用立邦五回忆的楼性防水 做了三遍 最后做了一个48小时的避水湿烟 以保证万无一失 我们现在再次来测量一下 这个水有没有减少 这个水一点都没少 证明这个避免实验是成功的 温宇空间是家庭中用水较多的区域 除了必要的防水作业 顺畅的排水系统 也是防止卫生间潮湿 渗漏的关键 水系统在于建筑里面 就像人类的血管一样 如果选错了管材 就会带来堵塞 反应 反臭 这些情况 这个是HDPE管道 中文名叫高密度锯锡管材 它的内壁 珠铁管是内壁相对来说 是比较光滑的 然后这个抗腐蚀性也比较高 寿命可以长达五十年之久 即便是在卫生间 台盆存水湾小细节的考虑上 设计师也非常用心 这个是我们的吉伯利的外向存水湾 这个是作为台盆存水湾使用 可以紧贴墙壁安装 然后完美释放下方的储物空间 然后其自带国标的五公分水峰 加上那个橡胶圈 这个密封圈除了可以防臭 还可以有效地杜绝渗漏 厨房也是漏水的重灾区 由于厨房的位置发生了位移 为了能让新厨房的废水 可以顺畅地接入位置较远的排水主管 设计师也选择了一环 杨诚远 噪音小的提升棒 这是我们的Sanispeed Plus 从SFA 其实这个房子的原始厨房 是在那边的房间 所以现在我们改造了房子 没有办法放入水 我们需要把水 放入水 到最后的建筑 这个Sanispeed Plus 是用来封面的封面 和全环境 全都用水 去拿取出水 我们的Sanispeed 用一些软件的软件 软件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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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会影响所有的厨房 最终最终最终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设计了一种氧化测液 这将会避免 所有的香气 从水里出发 防水是个系统工程 在完成了室内的排水 防水改造后 施工队便开始着手 进行室外的防水作业 我们现在是对一个 屋面的防水卷台的铺贴的过程 他们原来防水 做的是用饼轮的一种 比较简单的一种做法 很薄的 也就是大概一毫米左右的 这样的一种卷台 直接盖在上面的 我们现在是采用的一种 新型的这种 三毫米厚的 自粘的一种力情卷台 在铺贴上面 这个能够保证它以后 不会发生漏水破碎 为了更好地达到防水效果 施工队将屋顶的瓦片 一一拿掉 完成防水卷材的铺贴后 再将瓦片复位入 而针对屋顶两侧的排水沟 改造团队对证下药 在施工工艺上 也进行了改良 咱这个水沟里的防水 采用的皮肤式防水 它采用工艺是一步三涂 第一遍是先涂一遍 然后再把这个锯子布 抗烈布 然后再铺贴上去 然后再刷一遍 我们这个沥青 这个防水涂料 然后干 把它表干之后 再刷一遍 就是一步三涂 皮肤式防水呢 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材料 和这个基础面的 这个连接程度 就相当于我们人的 人的皮肤和皮肉的 一个结合 就是防水性能非常好 紧密程度也非常好 完成了屋顶 所有的防水施工 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改造团队 对屋檐下生销的 铁皮排水槽 也进行了拆除 更换成后世耐服的 铝合金排水槽 这个是原来的 那个白铁皮的 比较薄 已经生销了 不能用了 这个现在是我们 新买的铝合金的 不生销 使用寿命 要比这个白铁皮 要长多了 伴随着结构加固 和防水防潮 两大安全问题的解决 这个家 也正在一点一点地 变成委托人 梦想中的样子 既要重视这座房子 当年独特的历史认为 还要满足 现代的设计表达 和居住需求 小贝有着自己 独特的思考 历史风貌区 对房屋外立面 有明确的要求 那既能满足外观要求 又能兼具良好 隔音效果的系统门窗 成为破题的关键 所以我们正在 新移动一个古墓 我们确实想保持 古墓的古墓 以修改到正常的古墓 那我们这款呢 是特别适合 修旧如旧的 我们是为近代文物准备的 所以应该说 你这个上海的老房子 是最合适的 所以应该说 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 它外面很热 因为有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新的技术 阻止声音 但仍然是一种原型的 刚才您提到一个降噪的问题 其实我们是通过 首先是这个形材 它的密闭性非常好 第二呢 通过玻璃来解决更多的噪音问题 那玻璃呢 传统的钢窗是单薄 那后来有一些改进 因为它的中空腔很小 但我们这个形材重新设计之后 我们能坐到里边 有12毫米的中空腔的 12mm 所以这就是空气层 对 然后两边玻璃 我们至少用6毫米厚的玻璃 如果你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甚至有一片 有一面的片 这个玻璃可以做夹胶的 如果夹胶玻璃 再加上中空腔 再加个单层玻璃 能够到40分杯左右 老洋房历史韵味的体现 除了外观的修旧如旧 还有老家具 老木头的保留与传承 在这个森林的森林的森林的森林 我非常喜欢它 而且主持人也喜欢古兰森 我认为它符合古兰森林的 古兰森林的设计 所以我认为它改变 所以我们修改了 其实是很浪费的 因为没有人用它 所以我放在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我们用它 作为床的森林 这是在我们老家具的 一个修复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 立邦1687木器器 这款漆 既能保留老家具的 一个木器机理 让我们的漆面变得 更加的抗滑耐磨 还能让我们的老家具的漆面 变得更加的通透 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 同样 在清拆过程中 小贝要求保留下来的老木料 也出现在修复现场 我们现在根据我们 小贝老师的一个设计图稿 对我们拆散了这个老木料 进行一个重新分割 再利用 做成一个新的一个家具 这些老木料 究竟做成什么新家具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为了能够让裸露的木粮 更具机理 且不易腐蚀 小贝也在木粮的表面 涂刷了一层 特殊的木蜡油 我希望把墓盘开 所以我们能够更加高 比较舒适 比较舒适 第二 我们能够看到 古墓的木粮 有很多角色 在昂海的古墓家 所以我认为 非常重要 黑白马赛克 以及黑白瓷砖 作为老上海装饰风格的 重要元素 在这次的改造中 也被小贝大量运用 这个马赛克 它不像瓷砖 它对这个墙面要求 比较高的 在听马赛克之前的话 我们把这个墙面 要粉得具体的平 不能有一点点误差 两个车子是 两边打交集 不替反 这样才能保持 墙面的平整 才能带到它 想要的效果 整个混搭风格的落地 需要新旧元素的完美融合 而颜色 是最直观的新元素表达 早在上门之初 小贝对浩浩喜欢的色彩 就有了清楚的了解 在本次浩浩房间中 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若然别知了 关于这个颜色 我们用了个颜色 为我们继续 因为我们想要要保持 它 Xiaomei 以为我们要保持 它的房间的发现 非常快 和欢迎 我们用了一些 blossom黑色和白 在托烈 在这里 可以有很酷 为了 很严重的 比较 房間很濃烈, 提供很多威脅 到入口 而在小孩上 在第二层屋上 我们用红色和红色 为它更像 玩家玩家玩家 所以,选择的颜色 是带很多威脅 到房间 每个房间的颜色 所以,它有很多 感觉不同 人们可以感到很舒服 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 所以,它真的感到 像一个家庭的家 它是温暖 它是舒服 而针对每一件室内家具的颜色 小贝也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 我们设计师对颜色要求 非常的严格 整个家具的漆都是使用 立邦的长润发木漆漆 它是一个非常 环保的一个水性漆 而且可以完整地呈现 木皮的质感跟纹理 它有千种颜色可以选择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白色的 这个蜂木木皮的颜色 还有胡桃木木皮的颜色 都是我们去用水性漆调和出来的颜色 百分之百满足设计师的要求 同样的黑白元素 也被小贝运用到了室外露台 考虑到室外环境的风吹雨晒 我们选择了立邦保德利水漆水性调和漆 这款产品采用了水性配方 静位环保在室内室外金属木漆表面上都能使用 具有很好的保护和装饰作用 对于通往阁楼的楼梯 小贝也选用了复古的旋转楼梯 来搭配老房独有的韵味 此外 这样的楼梯设计 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楼梯 对于空间的侵占 我们必须要建设一个楼梯 走到室外室 一挑战是因为它是很小的空间 所以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平均的楼梯 非常简单的楼梯 而且需要很少空间 但是因为它是中间的房间 和室外室的房间 我希望这个楼梯 看得很棒的 像一个好物件 所以我们建设了这种木屏梯的楼梯 业业的模型 所以它是很普遍的 巴黎人的古老房 从六月梅雨的闷热 到十月秋雨的微凉 上海迎来了一年中 它最美丽 最惬意的时节 这座老宅经历了百年的风雨 见证了百年的沧桑 也终于在百天后 迎来了自己的蜕变 和浩浩一样 我们期待着魔法的降临 期待着这个被时光 尽认过的新家 梦想改造家 由丽邦独家冠名播出 丽邦刷新服务 近一百万家庭的口碑之选 走喽 我们今天要回家了 大改新房子 弟弟一家特意从广州飞过来的 我们超级期待 我们改造家中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可以来做的对面 感觉很奢华 很奢华 回家前 浩浩的爷爷奶奶 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前来 但远在广州的舅舅里家 却趁着假期前来团聚 我们家完全变样了 大姑 你看这是谁 姐姐 你看这是谁 这是大姑和浩浩 刚出生的时候吗 对 这是好小一小 太可爱了吧 太可爱了吧 你看这个眼熟吗 但不这是我们 我们家之前的对不对 放在这里了 真好 我还以为是个储物柜 你们有拖鞋 那我们把鞋换一下好不好 看到那个灯了吗 也就是我们家以前的老的 那个客厅里面拆下来的那个老灯 现在放在这里了 真好看 真的很有心 我到家了 每走一步都是惊喜 我这边是做了一个书架 这还有书桌 你的书桌 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写作业了 好不好 你之前不是跟小贝叔叔说 你要什么样的颜色吗 那你看现在这个颜色 是你想要的吗 这个颜色是我喜欢的 是我想要的 你说的话小贝叔叔都记住了 全新打造的入户空间 明亮 温馨 被设计师改造后的鞋柜 既增加了储物空间 一抹碧绿 也让回家的心情顿感惬意 而入户玄关的整面书架 不仅呼应这座百年洋房的历史和风韵 同时也兼具好好阅读 学习的功能 哇我们进家了 哇 电话好看 太好看了吧 这个是很欧式的感觉了 是这种吧 太好看了 我灿灿也好喜欢 之前做饭都是在客厅里面 用一个电池炉来烧饭的 以后我就可以在这里做饭 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有一种很童话世界的感觉 这个其实也很好看 这个颜色配的也非常 我很喜欢 我好温馨 这个可以这里走 这个又很中式的感觉 那边就很欧式很童话的感觉 比我想象的更好 完全就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也是 以后放假我再也不想出去了 我只想待在家里 我哪里也不想去呢 之前放假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广州 一住就住一两个月的那种 在我们家住这样子 Das wine Alors 多谢 meter 你和房子愉快吗 我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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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愉快你愉快 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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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前 现在是一个正常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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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更加家庭的 所以你能够煮 然后查一下 如何做家庭 或者在学校 所以你都在同一层 对对对 我在做饭的时候 哈昊就会离我很近 他可以写作业的时候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但这个厨房 其实是以前的厨房 我们用的厨房 真的吗 哇 好棒啊 好棒的想法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 这房子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这一次又把它延续 给保留下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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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去餐厅了 走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厨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厨房 就是我要的圆餐座 哈哈哈 因为我家之前是一个方形的 我觉得颜色我可能更喜欢一些 我觉得小杯设计师 他是很懂我们中国人的 因为中国人心里面就是家庭啊 family啊 我们很渴望 我们很渴望就是一家人在一起那种温馨的感觉 像这种圆的这种设计啊 就是我们心里面对家的那种美好的渴望 对 这个感觉空间利用的非常棒 也非常感觉小杯非常棒 好好喜不喜欢 喜欢 舅舅也很喜欢 对 谢谢 以后我们可以经常来上海了 好不好 这是什么颜色 我从来没见过 So special 很特别 很特别 在这个设计 我们选了很多颜色 希望选择 中国风格和古风格 在整个餐厅的地方 我们用了 Hawaii的颜色 1988年 1988年最大的变化 是 它能够几千个的颜色 富贵 和好看起来 可以自由地配合 各种颜色 我太喜欢了 每一个环节 我都非常喜欢 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家之前的老的格局 对 每一个地方都是惊喜 导台的设计 延伸了厨房空间 同时也让母子二人 有了更好的交流 互动 黑白条纹的花砖 拱形复古的门洞 富有质感的绿色墙面 相互搭配 让厨房 餐厅的烟火之气 沿映在老上海的优雅和浪漫之中 三 三 三 二 一 哇 天哪 完全不一样了 哇 但我觉得又有那种 欧式建筑的 童话世界的感觉 又浪漫 又实用 我就完全没有想象得到 会是现在这样子 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所有的想象 太棒了 谢谢 现在整个感觉 无论是关系 还有空间的应用都非常棒 因为我来到这里感觉一下空挂了非常多 就是整个家都变大了 非常大 所以 这里有一个居住宅 如果你们记得 记得 我们有充满床 还有古墙的烟火 这里 一件事 我们做的事 是开了桌 因为有这些美丽的烟火 在上面 原本的木材 我们想起来更多座位 所以我们做了这件事 然后我们加了一些木材 码 去完成桌的设计 对 对 就跟之前的老房子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 and we changed the fireplace because it was too old before so we have to renovate it 小贝他真的很细心 他用的是食材 因为老房子的白蚁特别多 所以他现在换成食材之后 就可以杜绝这个问题了 for this lamp so we designed it and we wanted a big big also because now the room feels very big and we have a big tv cabinet at the end 太棒了 这个灯也非常的好看 and for the furnishing which shows like quite big sofa arm chair very comfortable for family life and easy to move around you know for young kids so it's very typical of like family home 而且这个颜色我也非常的喜欢 so now you can see before it was like all small boxes you know with a long corridor now you can see the flow of circulation is very easy so like it feels very big and spacious 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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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就是每一个空间都是 就是被分割的很乱 然后现在就完全是通透了 然后空气的流通也会更好 哇这个地窗好漂亮哦 对啊 你还记得以前在这里跳绳吗 就是把绳子踩到地上再跳回去 后天起步把绳子踩到地上再跳回去 so you see we use we kept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we just change the tiles here but the original balcony is the same as before 我记得他以前是就是涂了一些 反水的一些漆 连地砖都没有 那现在这样子他可能反水就更好了 yes 我们家现在有了这个大客厅 那今年过年我们就不用再去管州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上海来过年 我们可以来上海过年再不怕海岸 对对对 顶部隔层的打开释放了层高 使整个客厅的视野变得开阔 而结构木梁的展示和现代软妆的碰撞 也让宽敞的客厅成为整个新家的视觉中心 与此同时 入户玄关 厨房 客厅 阳台 四个空间一字连通 形成流畅的生活空间动线 方便了浩浩和妈妈的生活 温大姑我们过年来住哪里 温大姑我们过年来住哪里大姑 那设计师来带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难道这是门吗 哇 这真的是一个门 哇 里面好舒服 好好 你怎么太狠吧 哈哈哈哈 这个床我也好喜欢 这个造型太好看了吧 哦 你们一起来吧 好舒服啊 袋子好玩 哈哈哈哈哈哈 还快要近 哈哈哈哈 所以 当然最大的事是床的尺寸 你知道吗 因为 这里我们也开了枕 我们可以看到的门 有很多床 哇 太漂亮了 我很喜欢这个床的造型 我们做了一个软件 所以更舒服 哎呀 好舒服啊 我都想睡在这儿了 我们也放了一些 家庭的照片 哦 对 我们的照片 和一些黑暗和白的照片 哦 这个艺术罩 我也很喜欢这个艺术罩 哦 这个艺术罩 哦 这个艺术罩 这个艺术罩 我也很喜欢这个艺术罩 哦 这个艺术罩 哦 这个艺术罩 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 为了一个主屋的主屋 我们用了一个绘绘的感觉 从《Magic Paint》 这是一个滑绘绘的感觉 的绘绘的感觉 在这个温和美丽的 水素的材料 它有一个细节的感觉 在触摆的感觉 在这种基础的感觉 我们选了一个 的温暖的颜色 来加一些温度 在屋的屋里面 对的 对的 手摸上去 它是有感觉的 这是你的老板 我们从前面再用了 是我们家之前的那个老柜子 是 我认为这种红色 我认为这个屋里是很合适的 而且窗户的尺寸 它其实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用它 然后我们有很多 充满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 整排的衣橱 还有很多充满 用棋材料 这就是在床上的同样 在床上的同样 然后这就是石头 太棒了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衣橱的 对 然后它这个玻璃 还可以防灰尘 但是外面看 又像是一个藤边的感觉 对 太好了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 家里是没有衣柜的 所以衣服都是叠好了 放在箱子里面 走起来也非常的不方便 那现在我已经有一枕面 太棒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枕面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枕面 在床上 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移动 一个卷链 一个卷链 然后我们移动 我们移动 我们移动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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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款式还是延续了 之前的老上海的款式 对 更换的老钢窗颇具韵味 且能有效地隔绝噪音 搭配温暖的色彩 轻柔的床背 为方方营造一个 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 而衣柜到顶的设计 也让方方的储物需求 再无后顾之忧 我们来看一下 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之前的洗手间 非常的成就 而且很多的功能都不能用了 而且它这个颜色搭配得非常好 然后我终于有一个洗手台了 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很小的 这是我的淋漪间 我记得以前是一个很老的浴缸 然后还漏水 以后洗澡就可以在这里洗了 再也不担心就是说 用了太久了会漏水漏到楼下 所以每次洗澡都非常地改时间 这个洗手间的变化真的特别特别大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 就是太成就了 而且功能上也不好使用了 现在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这边还有一个客房 哦 这是一个客房 好紧张 我以后来我们来都住在这吧 对 以后就是你们来的话可以 我们一起开好不好 好的 一 二 三 谢谢姐姐 哇 这里有一个洗手台 哦 和局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这边是一个老的厨房 哇 太棒了 而且小朋友如果他们从外面玩完回家 从那个楼梯上来 马上就可以在这里洗手了 对对对 哦 真当很好哎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其他东西 哦 这里面还有一个淋漪的空间 哇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淋漪 这是一个拉门啊 对 这么大呀 你知道以前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以前是厨房 哦 现在就是我们家里可以有两个淋漪间了 就可以 哇 洗澡再也不用抢了 这个洗衣机干湿分泥放在这也刚刚好 这好方便 所以 这里面有另一个房间 哇 这里面有一个环境 哦 完全不一样了 太好了 姐姐 哎呦 后你们来就可以住在这一间了 我 我 有地方和你们住了 对啊 我 这个这个灯我觉得也很别致 我很喜欢这种很自然的感觉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白色的色彩 让它很舒服 嗯 对 房间的造型太舒服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记得这个是一个老厨房的地方 对 对 它以前是个厨房 就非常的成就 这个变化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对 它是一个 所以这里面有更多的货币 对 阿布 好 天啊 哇 客房也有这么大的衣柜耶 哈哈哈 姐姐 以后我来了 我们全家就住在这个房间 太好了 以后我们来了就有地方住了 好舒服 好舒服 以后过年一定都要来哦 哈哈哈 好温馨 原来单一的厨房 变为现在间距卧室 储物 淋浴等功能与一体的客房套间 实现了全新的空间布局 小分身说我们的房间在哪里啊 小分身说我们的房间在哪里啊 猜猜哪里啊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 可能要查一下 哇 这上面是这样子 哇 这上面是这样子 哇 天哪 太温馨了 太温馨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以后浩浩也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了 我感觉我感觉这个很适合我 那么理想的一样 这像不像一个童话小屋啊 对 有种尖顶 有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所以浩浩因为他喜欢黄和黄 我们用了很多黄和黄的颜色 然后我们有这种小小的 似乎的似乎的 似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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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不会了 哦 那以后你就要自己睡了好不好 嗯 这么棒 所以在充满 你这里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放一些东西 你不常常用的东西 在床上 把床放在床上 然后在床上有很多东西 哦 对对 以后你可以在这边玩玩具 然后不要的玩具 你就可以先放在这里收纳起来 哦 这里还有一下门 那里面是什么 这里还有一下门 那里面是什么 哇 这里面还有一个洗手间耶 那浩浩以后洗澡就很方便了吗 对 哇 太棒了 真的是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大人在这里面洗澡也是可以的 对 对 也是够的 哦 那以后浩浩就可以在这边睡觉 在这边下洗手间 然后他晚上也不用去楼下 它是很低的 但没问题 它是小孩 对对对 很好 真的太好了 完全没有想到 现在的阁楼一改往日的阴暗 逼色 蓝白条纹的明亮配色 温馨舒适的灯光设计 给浩浩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休息空间 哇 小贝 这扇门后面是什么 你去看 哦 这是个惊喜 这边 哇 这个露台太漂亮了吧 呀 太好看了 太好了吧 哇 而且还是这种黑白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条纹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烧烤 开派对 还可以吃火锅 而且没有人能看到 很多树在这里 哇 太棒了 还有还有很多这种氛围的灯 太棒了 这个露台我真的太喜欢了 对 这就是一个屋台 非常好处处 只要休息 我们把很多树都放在这里 所以没人能看到你 然后你感觉到你的家庭 对对对 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我们的 我们加了很多灯 所以在晚上 你会有这种幼稚的灯 对对对 这个氛围感就非常好了 对对对 所以安全问题 我们加了一些网络 在这桌上和其他地方 对 我之前觉得说 因为露台是在外面的这个部分 我希望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所以希望有一个监控 然后小贝也帮我设计 帮我想到了 原来闲置的露台 现在俨然是一个 绿意盎然的户外空中花园 地砖的砖红色和屋顶瓦片的原色 交相呼应 黑白条纹的卡座 也成为露台上独特的风景线 夕阳细下 繁星灯光点亮 随时散发着温暖之光 随时散发着温暖之光 所以李邦给你送了一个财物 我会给你一张照片 我会给你一张照片 哇 超级我们三次带的照片 这是上次我帮你们拍的 对对 是不是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一起的 哇 你看好卡通啊 自带 谢谢 然后呢 这是浩浩要送给你的 然后我们让浩浩自己来送给小贝叔叔 浩浩自己送给小贝叔叔 谢谢你 谢谢您和你的团队 用自己的创意改变了未来 帮我实现了梦想 让我有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家 祝您和您的团队工作 胜利事事如一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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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小贝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出版的 因为我知道小贝他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他来中国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本书就是中国介绍了 中国的各个民族的一些民间的图案 包括一些建筑类的 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一些 跟建筑有关的一些图案 然后希望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帮助 太棒了 谢谢 希望你会喜欢 真的非常感谢小贝 然后我今天走进这个家门的时候 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因为它完全是我想象不到的一个 一个场景 这个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地喜欢 所以我的最大的希望是 你们都在这家里 在这家里 都在这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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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了 真的是非常放心 我们从心底里面为他感到高兴 真的非常感激你小贝 小贝叔叔和你们的团队 也谢谢咱们这个节目组 很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家是止不住的欢声效果 是放不下的牵肠挂肚 这座百年的老洋房 在此刻迎来了她全新的蜕变 而浩浩所期待的魔法 也终于在妈妈和全体 改造环境的全民互相 梦想成真 龙卡装修分期 让家轻松变美 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魔术期每一面都美 本期节目改造费用如下 建筑防水 结构加固22万元 硬装含人工34万元 软装含家电19万元 露台及户外家具4万元 共计79万元 两个漂泊异乡的年轻人 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 我老婆那个他耳机的注定器 容易把那个噪音进行放大 这个噪音对他耳朵有伤害 为了给他一个安静的家 他竭尽全力 10月11号晚22点 设计师余航林 带你走进这个远离喧嚣的家 一都堂APP FRIME 达人室内设计网 轨迹从不脱更 安居客家居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3 3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